冬天不免就要吃火锅 而其中火锅不可或缺的就是高丽菜 而根据农粮署每10天进行的统计表示 高丽菜在上旬、中旬再次有操纵的情况 这一次是针对高丽菜发出了警示 预期农友要分批的减重才能够确保收益 天气冷许多民众都想吃火锅让自己暖暖胃 而高丽菜更是吃火锅不可或缺的品项之一 大量的需求也带动高丽菜的价格上扬 农民抢种的情形也再次的出现 根据农粮署在每旬的统计当中 针对高丽菜连续两旬发出紫色的警讯 农粮署表示 甘兰也就是高丽菜 种植后在正常天候之下 需要60到70天才可以采收 届时采收其气温回暖 产量将较冬季增加两成以上 将可能对销售造成压力 因此农粮署也预请农友分批减重 才能有效确保收益 记者判俊伟台东众的报导